國中會考第一天 一早校園外就擠滿了人潮 學生踏著忐忑步伐走進考場 家長也在校門外幫孩子加油打氣 第一天考四個科目 早上先登場的是社會和數學 下午將迎戰國文與作文 就考試就在家準備 就準備還有還是考試 有喔 幫小朋友做一個蛋糕 金榜提名 考的都會 菜的都中 根據教育部統計 今年會考共有十九萬九千三百一十八人報考 水少子化衝擊以來首度跌破二十萬人 不過疫情嚴峻 家長都不能陪同進考場 老師在考場嚴陣以待 隨時處理緊急狀況 忘記帶文具缺水缺衛生紙缺什麼 都找市長就可以了 學校會排除萬難 幫他們做所有的那個處理 今年之隔居減和自主防疫的考生 總共高達四千兩百三十六人 需要使用備用市場考試 不能提早交卷 也不能擅自外出 今年的會考 依然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舉辦 入校前必須量體溫 考試也要全程佩戴口罩 監考人員是我們特別募集 他必須全副武裝 防護衣 面罩等等通通都要 上廁所吃東西都會在裡面處理 另外還有兩千九百零一人 確診或快篩羊 將在六月四號到五號補考 疫情時代的第三年會考 考選都已經對各項防疫措施非常熟悉 保持平常心 以三年苦毒成果全力應戰 華視新聞 陳寧 張仲遠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